我想柯粉不是只有緊張而已 因為緊張不必藍帶有憤怒 柯文哲二零一八年 險勝三千票連任的時候 柯粉也很緊張 很多人在這個開票 看到深夜一兩點 但是那個時候沒有憤怒 大家都覺得當時阿伯 正在這個很努力 要繼續留在臺北市政府 那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我覺得很多的柯粉 他之所以憤怒 是因為他認為柯文哲 這一次的作為是違背他一向以來 號召柯粉的信仰價值 因為柯粉對柯其實是一種信仰 就是說相信阿伯 阿伯務實阿伯可愛 然後這個阿伯心中有偉大崇高的理想 所以才會有那句話 只要阿伯不放棄 我們都不放棄 這是一種非常忠貞的 對個人的追隨 可是你要知道柯粉兩個字 背後有三種形態 第一種形態 是所謂的討厭藍不滿綠的選民 這區選民就是說藍綠都很爛 柯粉澤那去金劇 藍綠都垃圾部分藍綠 所以藍綠都很爛 要追隨柯粉澤 第二種是所謂藍營的選民 在過去的四五年之間 深受柯粉澤的個人魅力吸引 第三個區塊是從318太陽花之後 到現在很多的三十到四十歲之間的這一個區塊 太陽花世代對柯粉澤還有期待的中間年輕偏綠選民 是這三塊在建構柯粉澤的支持群 可是這一次藍白河一般人稱他叫不平等協議 可是我把他稱之為叫做保證由國民黨來執政的協議 因為第六點最大的貓膩最大的機關在柯文哲揚揚得意 他自己寫的第六點裡面 首先第一個他寫說內閣部會依照立委席次分配 意思就是說就算侯正科富也是有百分之百 只要選上是國民黨組閣 因為民眾黨的立委不可能比國民黨多 民眾黨立委只會有國民黨的五分之一而已 柯文哲頂多分兩個部會吧 一個黃國昌法務部長已經佔位置了 剩下只剩下另外一個 所以就算給你民調拼到柯正侯富 不好意思你選出來的仍然是國民黨執政的政府 第二句民眾黨負責監督制衡 國民黨主責建設發展 又再一次確認就算柯正侯富選上 也是由國民黨執政 你民眾黨能負責什麼 你民眾黨只能負責在立法院裡面監督柯文哲 那這樣子的協議內容對於我們剛剛講的第一種討厭藍不滿綠的選民 看了一定很賭藍 我支持你柯文哲是因為我討厭藍不滿綠 結果你現在給我去當藍營全面執政的棋子 你一個白色的包裝紙包著裡面打開來是貪污腐敗的藍 貪污腐敗不是我講的柯文哲在今年四月份的時候他講說我反對下降民進黨這個口號 下降民進黨然後換國民黨上來貪污腐敗嗎 他講的他講的 那現在變成是他要來幫助國民黨上來貪污腐敗 所以他的柯粉尤其是最純的那一批心理信仰會動搖 第二他會流失什麼 318太陽花後其實是中間偏綠 對柯文哲仍有期待年輕選民 看到這個之後 當初318太陽花要是什麼 就是反對國民黨一黨獨大 那現在你竟然跑去你要幫助國民黨一黨獨大 那這完全背離了那個 所以現在柯文哲剩下的其實是一群年輕藍 我講是年輕藍 因為對於年輕人來講支持國民黨太難忍受了 可是他本身的意識形態跟價值是偏藍 所以他會支持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跟藍營走比較近